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那先麻煩你幫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熊 我來自台灣 然後目前是LMS賽事的主持人 也有在擔任 Overwatch的主持人 主持比賽應該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件事情 那在主持比賽之外呢 我還有在開實況 會玩不同種的遊戲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這就是我現在 最喜歡做的事情了 今天有一些緊張 因為我是負責MegaBall的LCK 賽事的訪問 那因為大家都說LCK這一次的分數 可能會非常漂亮 大概有可能會3比0 所以等於是也許前三場都是要是我訪問 那LCK的選手都是明星選手 所以我還是有一點點緊張 最知名的話大概就是Faker 可是我本身也蠻喜歡HUNI的 我覺得他很可愛 我昨天非常難過 因為其實 一開始LMS賽區 應該是大家最不看好了 就覺得應該拿不了多少分數 結果他們是一路拿出自己的實力 聽到了後來和LPL的對決 那HQ打EDG那一場 本來HQ應該也是要輸了 結果又逆轉回來 然後又讓大家都好像又有信心了一點 可是最後還是失望了 所以還蠻難過的 但是因為比賽很精彩 所以就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台灣的電競賽事 很難有聚集到像LCK和LPL這麼多眾多人數 所以我覺得這對選手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當初一開始 LMS的賽區中是沒有女生主持人的 那我們那時候的比賽企劃 參考了一下各國賽區 發現不論是LCK、LPL還是LCS 都會有一位女生賽事主持人 所以他們開始進行徵選 然後當時我有在開遊戲的實況 然後他們就發現了我就請我去試試看 最有成就感的時候應該是 訪問選手訪問到選手哭了 我會覺得我讓他在整個訪談中非常放鬆 然後他可以表達他自己的情緒 應該說SKT的魅力是不分國界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世界頂尖的隊伍啊 所以一定會想要一睹他的風采 我曾經也有當過主播啦 但後來覺得主持人比較適合我 我也比較喜歡 那天在準備去工作的時候 因為剛換完衣服 時間滿趕的 就突然發現有一個美女跟我擦肩而過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這麼漂亮 我就覺得他一定不是個一般的觀眾 我就問別人說 剛剛那位女生是 他們就說 那是LCK的主持人 我就 喔難怪那麼漂亮 然後他們又說 他中文聽說很好 可惜我就一直沒有遇到他 不然一定跟他打個招呼 我姐姐的老公就是我姐夫 他本身是韓國人 然後我有請他教我一些韓文 首先 我是小熊 我是小熊 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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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